水浒传中有四位好汉 有些好汉还是朝廷的侵犯 而有些好汉 则在上梁山之前 是朝廷负责监狱管理的牢头 比如 今天笔者要说的这些好汉中 就有四位曾经是牢头 他们是谁呢 接下来 我们简单了解下 第一个就是黑旋风李逵傻大黑出的李逵 因为身为人命 所以到处跑路 后来遇到天下大赦 他才免于一死 通过关系 留在江州做了个管理犯人的老子 当然 像李逵这样不安分的人 是不可能长期干好这份差事 所以后来很快就没干了 又到处惹事 最终碰到宋江 将其带到梁山做了自己的小弟 第二个就是杨雄杨雄 本来是冀州两院押育 兼初是曹行行贵子 杨雄曾经有一段幸福的生活 家里有美貌 妻子 自己又有份体面的收入 只是这工作经常要加班 很少回家 最终导致妻子跟别人好了 展开全文作为好哥们的石秀 看不得这种事情 于是出面帮大哥摆平这件事 杀了奸夫 还激怒了杨雄 杨雄没办法 只好上了梁山 第三个就是 神行太宝戴宗戴宗 本来是江州两院压劳阶级 戴宗做人非常灵活 他跟黑道和白道的人都有来往 还多次帮了梁山好汉 不过 戴宗虽然能杀能打 还能利用神行术传递消息 但智慧不够 害得自己跟宋江一起被绑上阀场 要不是朝代率领众多兄弟结阀场 估计他早就没命后 从阀场出来后 戴宗就跟着上了梁山 第四个就是 施恩施恩是劳二代了 周劳房管赢那儿子子 平生最喜欢黑石黑 他当劳头根本就不劳实 而且脑子也灵光 曾经借用武松的手 最打奖门神 夺回了快活林 不过这样的人在江湖上混 还是容易惹人 是的 所以最终也上了梁山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